今天又是扔垃圾的日子 街坊又丟了一個微波爐出來 嘗試一下是否穿 插了電,有燈上 我這邊安裝了一個電流計 可以看看是否正常運作 如果電流計太強的話 就不考了,即是裡面有事 表面上是不錯的 東西都在齊 我倒少許水 放進去看看是否可行 通常一插插,它會叫你設定時間 這樣就... 先設定,不要浪費時間 30秒 好,接著看電流計 電流顯示現在是1115 是那個Volk 即是多少火 OK,看見現在是1100火 OK 有什麼功能呢 這個東西 這個不是 跳了嗎 OK 30秒過了 看看水 滾不滾 水是滾的 但我聞到有少許糯味 到底是機器本身出糯味 還是裡面有殘渣麵包 一直焗 焗到這個味道 不妨做清潔 好了,洗乾淨了 由於剛才用過紙杯 可能未能作準 我現在換一隻 普通杯 插一插鬚沒有? 還沒插 接著就... reset 30秒 都是用著1100W 但後面是700 似乎多於平時的數字 是否出廠都是這樣 我就不太清楚 不過相信都OK 因為所謂700W 不是很準的 4秒 3秒 熱吧 再煮多一點 再來 1分鐘 一般這些機器壞的情況 通常是完全不熱 不著 包括噪音 因為裡面有散熱風扇 可能風扇的摩打 乾了沒有油 現在這個完全靜的 噪音上是一點都沒有的 耗電那邊看到 耗電都很穩定 到時 或者再出post 看看哪個人需要的話 就free出去吧 發音 真正的 真的 很棒 發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